黑暗榮耀拿下 劇中的女主角宋慧喬奪下事后 而电视剧部门最大的奖 颁给了非常律师的蒲恩斌 他从台下哭到台上 甚至吓到脚软 差一点摔倒 黑色系中继续领结 低调打扮藏不住男神魅力 蒲宝剑今年再度接下 百赏艺术大赏主持人 身旁的老搭档秀制 则以黑天而造型现身 站着不动也充满气势 众所瞩目的女主角奖 被称为死亡之族 最后由黑暗荣耀宋慧喬拿下 站上台第一句话就幽默 讲出戏里经典台词 最佳男主角奖 最后拆发家的小儿子 会长李希敏夺德 是第四后班完还没结束 还有一项从全体电视剧 和演员中选出的最大奖 原本以为在事后奖项败给宋慧喬的普恩斌 一举夺得最大奖 他和身旁伙伴哭成一团 走上台前先被舞台效果 吓了一大跳又差点被台阶绊倒 难掩获奖的激动情绪 预奖预奖的预奖 今天这首领奖 我感谢你 今天这首领奖 预奖 预奖典礼现场大咖云集 最佳电视剧 颁给黑暗荣耀 才刚夺下金龙江 引后的汤围 亏为12年再度拿下白翔引后 全场亮点还有来自台湾的他 预奖典礼在南韩走红的台湾 欧爸许光汉 一出场就引爆全场尖叫声 他在台上邀请身旁的南韩演员 李帝勋合作演戏 台韩男神同台实在赏心悦目